各位学习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交流一个 之前漏写的一个字 这个字不算是漏写 因为这个字好多数学过起初 说这个萝卜的窝 萝卜的窝 这个补啊 也叫补 这个没写 因为这个窝啊 这个萝卜的窝啊 这个有一个 应该这个 你这样叫长点也可以 好多数学叫叫烦呢 我先学写一下 起笔稍重一些 中间变细 末端烧鸭笔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说它是个长点 它比长点啊 要这个稍微的大一些 你说反大 它比反大有稍微小一点 那么我们把这个字 先交流一下 这个笔画 第一个垂路数的一个写法 这个垂路数 因为笔画少的时候啊 我们尽量的把笔画写重一些 写重一些 不是说整体让你写粗啊 是让你齐笔的时候啊 我们齐笔可以稍微重一些啊 也就是说停顿时间稍微长 然后慢慢的去变细 到尾部压笔啊 去收一个 那么这样的话就出现了两头粗 中间细啊 那么我们在最细的这个地方啊 最细的地方平着啊 往后点一个点 这个点的度啊 不要特别明显 你不要点出一个大肚子了 这个大肚子大了以后就不好看了啊 稍微有一个 哎 现在稍微有一点点度就可以了啊 稍微有一点度就可以了 这个字你说的简单很简单 就一个垂路数加一个点 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点点的时候一定要平啊 一定要平 你说我稍微点的稍微有点靠下了 这个点啊 如果说你点的 我点的数 靠的数上了 那么你稍微往下搭了一下 是可以的啊 如果说我点的靠下了 啊 那么我从中线上点的这个啊 比如说这个 他要比这个要低 那么你要点平他 你不能说这个点往下搭了 好多书友啊 写不好这个罗伯的波 这个大多数啊 都是跟你这个点有关系 你这个点没点好 点没点好 那么这个字啊 这个用的比较少 不是特别多啊 这个这个稍微练习一下就行了 好吧 谢谢各位书友